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产党 只能与神同行 只能与神同行 有另外朋友可能听得更仔细吧 觉得这句话说的相当的倒位 人永远战胜不共产 咱们大家把共产党形容成魔鬼 其实我以为很多朋友就是因为无神论的原因 所以他把魔鬼当成形容词 而不是真实的一种生命的体现 那外国人不是 外国人相对来讲 当他 你会看到他的影视作品当中 很多都是在讲外星人 讲鬼 讲妖 讲魔 那即使那些科幻影片 科幻什么动漫 对不起 这东西我都不看 但是他讲动漫 他也都是什么从遥远的某个星际 什么猎户座 对吧 从猎户座 从狮子座 那有一个什么多少年的一块石头 然后刺溜不小心撒泡尿掉下来了 就掉下来 后来就成了魔鬼了 成了恶势力了 他也这么说 他们的来处都是从天上 从天体上 有着遥远的时间的积累 基本也都这么讲了 对吧 所以你会看到在他的影视作品中 恶有根源 善也有根源 他是这么讲的 中共的不是 中共的都是好和坏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他的说法 他不是生病的 而是在利益上 坏人都是伤害别人利益的 可是中共永远 中共加了一层是最大的欺骗者 那共产党的恶 其实他在过程中 就像在西方社会中描绘那样 他真是追溯到了 撒旦一样的那样的生命 撒旦的生命在异点园之外 撒旦的生命在异点园之外 而中共宣传的无神论跟进化论 和现实主义的一切 让人们去集中眼前的一切 当人去集中眼前的利益 和眼前现实的一切的时候 你被他的说法 困在了异点园之下 困在了异点园之下 亚当跟夏娃生了该隐 是被打出异点园之后才生孩子 在异点园他们没生孩子 人的繁衍被局限在异点园之下 但生命中的恶却来自于撒旦 撒旦的恶的展现 是在异点园之上 所以我说你如果 你集中在人的现实利益上 你永远在异点园之下 用这个概念 一样是利益的概念 去反对共产党的说 你怎么能够逃到撒旦的根呢 第一个第二个 你的根是 你真正恶的根 利益的根是他造成的 因为夏娃是听了撒旦的诱惑 做错了事情 产生了淫荡 再去诱惑 他已经错了一回了 错了第二回是 他又去诱惑亚当 所以女人永远是诱惑的 诱惑是恶的 诱惑就是肮脏 女人也不 没有对个别女人有任何 不是 我们讲的是通常的道理 女人做那事情 都说自己是脏的 历史上的女人说是脏的 现代的女人说是脏的 白人说是脏的 黑人也说是脏的 是不是 他就这样 那中国人说的就更绝了 说哎呀 找点这女人的脏东西 去干嘛干嘛去 去那些 有些乱七八糟的那个东西 可以有劲 你对不对 那是什么 诱惑 哦 诱惑 你可别 千万别 有些女性朋友 别 你别给自己盯死了 你的原神也可能跟那身体不一样 我也可能原来脱生过 不知道脱生过多少女人 多少次女人 这个两回事 我们讲的是造了萨丁一代语言之下之后 这个人的生命 当你脱生成女人的时候 你就是这样 你就会受到这样之苦 你脱生成男人的时候 你会那样 他就是这样 那还有脱生成猴的呢 对吧 还有人的身体 那就跟没骨头似的 我见过 在我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女人就跟没骨头似的 钻那桶 这么小的桶 他能钻进去 弄着屁股一怼 他就从这头怼出去了 搞不好那就是条蛇 所以这条身体 当被不同的灵魂 就是灵性的东西控制的时候 这个身体它却改变了 不是人们想象的 对吧 不是人们想象的 所以我刚才说的意思 恶的东西 在一点园之上就出来了 共产党的根在那儿 你凭借着人中的欲望 达不到欲望 你恨他 你想战胜他 不可能吧 你告不着他根 所以明明看到共产党很邪恶 很荒谬的说法 但是呢 这个社会上却能接受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人战胜不了魔 战胜不了共产党 与神同在 你就知道他的恶 与神同在 你知道这历史时代的过程 你知道自己生命的价值 你不是为了战胜它 而战胜它 你也不会为了战胜它而存在 你看到了生命中 人的生命中 有这么治恶的东西 给予自己生化 今天李克强被问到了 有关这个企业窃听 就是被问到了 华为一样的问题 他不得不答 第一次问到他没答 又有人问他 中国政府不会要求自己的企业 去监听他国资讯 中国政府 他当然代表政府 任正非也叫中国政府 但中国政府 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件衣服 不是生命的本质 所以这是要跟大家分清楚的 他们都不会说 共产党不要求 他们只说中国政府不要求 不会要求自己的企业 监听他国资讯 现在不会 将来也不会 这是被人们问到 这个那挺不得了的 他给问到了 今天新闻发布会 被问到中美竞争和 迫使中国的企业 监视他国问题时 李克强一开始不回答 有关监视他国的问题 又被重新提到 以强烈的语气 否认了这一说法 以强烈的语气 否认了这一说法 他不愿意被问 他知道他在干嘛 但是他知道 纯粹是记者问他这问题 等于是把他给 把他给弄死了 他不愿意面对这东西 对吧 因为面对这东西 他只能这么答 有一个问题 我明确回答你 中国政府有没有要求 自己的企业去监听 他国资讯 我不知道指的是 监听政府的 还是公民个人的 反正有一条 这样做 不符合中国法律 也不是中国形势的方法 现在不会 将来也不会 他说错了 他说错了 所以他不愿意答 他绝对答错话 那任正非不这么说 没说不符合中国法律 任正非只说政府不 那政府要求 我也不会这么做 这是法律是这么定的 我一会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是 为什么我说 前后的语气 你能看着他强烈的否认 一强烈否认 他就不愿意 不愿意 他答 只能这么答 他就说错话 而他是个技术官僚 他就会 按照技术的角度 法律上不允许 这样不允许 他从技术的角度去说 他不会像 任正非 按照野蛮的方式去说 挺特别 华为 提出指控 安全风险 因为该公司 无法抵制 中国政府要求进行的 间谍要求活动 李克强 起今为止 就相关问题 评价最高官员 这文章写 都是不对 都是不对的 对吧 是法律要求 所以 今天就不过如此了 这华尔街日报 也不过如此 就这么回事了 龙头血 主导下一代 就这样了 讲话中提的 从没提到 华为 中美关系乐观 两国贸易战 他说 想人为的 把两个大的经济体 隔开 是不现实的 希望两国贸易磋商 有成果 互利 两个半小时 其他就这么回事了 无所谓 所以 人家 他要的 就是这句话 给大家一个 我们就对整 说 没跟你说 李克强 说错话了 纽约时报 昨天 今天 是昨天 当国家法律 鼓励间谍行为的时候 昨天 14号 那 这是一个 这本身是个 是个香港人了 他是一个 在专题里面写的 文章写的 前面都写的蛮长 我们就针对 刚才李克强 那个话 跟大家说 他列的蛮轻 对不起 加拿大BC省 抓了这个 孟晚舟 对吧 无计 这都无所谓了 雄心 孟晚舟 如何被抓 华为自称私营企业 这都是 说了多少遍了 一月份 对华为起诉 美国 而公司呢 系统盗窃知识产权 警告盟友 如何如何如何 采取的行动 希望 是希望保护 美国科技公司 不等于他 对中共的 间谍活动 判断是错误的 这种威胁 是真实的 毫不掩盖的 只要看看 2017年通过的 情报法 所以 正常的人 是按照法律上说的 我这就说 这是情报法规定 刚才李克强 说错话 这部法律 并非标准的安全 与间谍活动的法案 其首要关切是 防止国家的 机密外泄 主要的推力 不是自我保守 是主动行动 任何组织和公民 都要依照 依法 支持 协助和配合 国家情报工作 没有英文版 另一条更直白 国家情报工作机关 机构 依法开展情报工作 可以要求有关机构 组织公民 提供必要的支持 协助和配合 所以 国家从事情报活动 为国家从事情报活动 是中国公民和组织的义务 跟纳税一样 是义务 不是要求 做间谍是义务 不是要求 所以我说有时候老外搞不清楚 我也觉得挺奇怪 这还有什么可问的呢 对吧 那李克强不愿意 不愿意答 他是不愿意答 对吧 但他一答就答错了 他按照他那个系统去答去了 他不像认证非那么狠 所以他就说错话 他是这个说错话 被人抓住以为了 被我抓住以为了 法律是为守法行为提供了激励 所以大家知道这是义务 如果公民跟组织尽义务的话 国家有奖励 对在国家情报工作中 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 给予表彰和奖励 在起诉书中 美国称 美国称该公司窃取外国公 华为知识产权 给予员工提供制住性奖励 是 它是制住性的 就是国家体制性 可以想想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呢 关系到了是共产党人偷抢骗 但大家可以谈得非常的有来到去 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堕落吗 这难道不是地球人的真正的一种衰败 跟最后的一种表现吗 大家可以谈 可以谈得理直气壮 对吧 可以谈得理直气壮 所以这是我想说 这是最关键 有点像什么呢 隔壁老王把周围邻居的女人全给睡了 然后大家伙抓住她了 然后她说那咱们谈谈吧 这事我也睡出习惯来 对吧 睡了这么多年了 反正你家的孩子哪个是我的 我也搞不清楚 哪个是你的 我相信你也搞不清楚 其实你媳妇也搞不清楚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所以呢 中国离不开美国 美国也离不开中国 你们也离不开我老王 我老王也离不开你们 因为咱们血浓于水貌 问题的食指是这个 个个一关楚楚的还在那打呢 智力有盛 中国强大 现在只要一谈华为啊 五毛就上来 五毛现在集中在华为问题上 法律没有任何选择退出的余地 阻碍国家情报工作机构 开展情报工作的人将受到惩处和构成犯罪 该机构可以优先使用或依法征用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的交通工具通信场地建筑 必要时可以设置相关工作场所和设备设施 换言之 在华为硬件设备上安装后门 收集外国情报 是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我觉得就这么回事了 所以这个大家有时候你让我说我也觉得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都到这份上他说我就不 我就没有 我就一定很干净 哎呀 没招了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任正非 任正非说 你是否从以任何形式方式向中国政府提供过任何信息 他回答很简单 过去二十过去三十年没做过 未来三十年我们也绝不会这么做 那我写文章的人很简单 这位资深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前军人军官回答 没说他是企业老 不说他是企业老板 不说他是这个说他是共产党员和军官 孟晚舟 华为 中共为孟晚舟和华为的做法 已经超出了一般正常的所谓公司跟政府之间的做法 两回事 完全两回事 当加纳过了 反过来要求释放加纳人时 中共指责加纳双重标准 白人优越论 而中共又禁止了什么菜籽油 这些就是 反过来又说对华为的做法有政治东西 所以他都是反的 你这东西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没什么商量余地 给大家展现出来这个做法 你看到生命之邪恶 只是过程 你不用寻找任何结果 结果已经有了 他们改不了了 谁都改不了了 所以当你在这个环境中还在纠缠着所谓这种手心手背的时候 其实应该剁掉的是这只手 剁掉这只手 为拯救孟晚舟帮助华为 低调的低调的幕后外交策略是否更有效 可能 但是呢 现在不是 完全是采取 采取直接了当 公然为一名面临险境的操作人说话时 就等于向全世界和全世界的中国个人企业发出信号 只要他们在干间谍的事情意见麻烦的时候 中国政府一定在你们背后 这是符合情报法的 这是符合情报法 然后下面就就讲说 美国当局指出华为的重大商业行为军事是对的 实际上是中国法律要求这么做的 法律的明目张胆 以至于可能很难 以至于可能很难充分理解 尤其是对西方人 我觉得就关键的问题就这样 他提到的是相关法律部分 我们跟大家解释就是说 很奇怪 就是这么没有任何隐藏的 很直接了当 瞠目结舌的做法 却被西方人接受 而被西方人接受的原因呢 所有要去接受华为的国家个人 对不起 华为的国家个人 就是这些官员 乃至于一些电信商 他们考虑的全是在钱上 华为东西便宜 对吧 全是在钱上 所以全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心态 而占谁的便宜呢 去占华为的便宜 那占华为的便宜 华为的便宜 我就说华为 中国共产党就像达机 这个女人就让你上她来 上她床 就是门户打开 你随便来 抽你的金 拔你的皮 因为她真是 她是以这样的方式 才能展现出她魔鬼的需要的东西 和她的能力 所以没跟你说傻男人 太傻的男人了 越精英越缺心眼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